你怎么等在这儿啊 想早点看见你啊 谢谢谢谢 走吧 宁医生早 早 宁医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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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干嘛呀 宁医生 宁医生早 早 宁医生早 早 早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让我一大早来医院 就为了拉着我 陪你在医院留弯吗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女朋友 你这是在宣誓主权吗 对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八点半上班 你还可以再待半个小时 我 还有一件事想确认 什么事 你给我做检查 和给他们做检查 感觉是一样的吗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工作 就像高人说的 很有色彩 但我们是医生啊 那些 那些在我们眼里 都只是器官而已 而且很有可能 是带有病灶的器官 所以说 都是一样的 在我眼里 你是毒于我耳朵 丁教授可以教好 牙齿我还真不太懂 要不你再去看看牙科吧 好 我现在就去 可以叫号了 好 我去告诉他们 淼淼 下次进来前 要敲门啊 来 你看我干嘛 我在看我哥的救命恩人 你帮了他这么大一个忙 他只能以身相许啦 别闹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接受我哥啊 你哥又没在说什么 我接受什么 意思是他要是再表白的话 你就会接受他啦 我可没这么说 好了好了你没这么说 是我瞎猜的 那我就把瞎猜的结果告诉他 怎么办就看他喽 你 你们俩也不是刚来的实习生了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病人一直都在服用阿斯皮林 怎么就一直没有问出来 这可是血管活性药物 要是引发了术后出血并发症怎么办 该问的都问了 是病人自己就疏忽了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要再三确认 毕竟大部分的病人 都没有医学常识 你们还想把责任 推到病人身上吗 我 我重新看了一下排期 可以通知病人停止服药 再重新安排进行手术 后面手术安排到什么时候 下周二 你先别着急 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台手术 等手术完了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解决 你们就按书医生说的办 嗯 你们俩赶紧下去准备 通知病人家属 怎么跟他们交代 就是你们俩的事了 不用 好 我自己去跟病人解释 安顾 主要事项我都已经向病人交代了 后续定养你每日跟进 检查报告必须都向我汇报 好的 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得先去准备了 嗯 你先去吧 我去下洗手间 这个以后一定要注意一下 老天保佑 逃过一劫 要我说咱们得感谢丁丁 为什么呀 你还没看出来啊 那条微信肯定是丁丁发的 宁教授态度一百八十多大转变 这就是爱情力了 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我早上撞见宁教授有亲丁丁 什么时候 在哪儿 在宁教授的诊事 但是我没看清楚 我不确定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你父亲没什么事儿 你先买 你们怎么又惹叔大夫不开心了 没有 没有 赶紧去准备 好的 这么晚了 要服装啊 要出去约会啊 和谁啊 宁知古文 你出去玩了 对啊 丁丁姐 虽然说你天生丽质 但是你这化妆技术啊 真得努努力 不好吗 你等我一下 太夸张了吧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化妆技术 我下班了 一会儿见 就有表情包了 刚做的 你是第一个收到他的人 太好了 你还没走啊 有事儿 我也不想麻烦你的 但是没办法 他只认你啊 这次还要麻烦你帮我